海葵颱風將在明天的下半天到後天的上半天 有機會通過台灣的南部附近 因此也會為我們帶來明顯的風雨影響 氣象局要提醒大家可以利用今天 預先做好防台準備措施 並隨時關注最新的颱風消息 首先我們看到海葵颱風的最新動態 目前上午8點海葵颱風的位置 在俄鑾鼻東方大約570公里的海面上 過去一段時間持續潮溪移動 並且強度有略微增強 目前暴風圈仍然維持150公里 預計未來在它持續接近台灣的過程中 強度還有略微增強 以及暴風圈略微擴大的趨勢 預計到了明天的上午 海葵颱風將來到我們東南部的近海 因此氣象局持續針對台灣附近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提醒東半部海面及巴士海峽 航行及作業的船隻嚴加戒備 而如果颱風移動的路徑跟速度 沒有太大的變化 氣象局也預計會在今天中午前後 發布海葵颱風的陸上颱風警報 而目前從最新的雷達回波圖上可以看到 海葵颱風雖然離我們還有一點距離 但是它的外圍環流已經開始影響台灣的部分地區 在桃園以北跟東半部陸陸續續受到這些雲系 所帶來的降雨影響有間歇性的震雨出現 而根據雨量預測圖可以看到 今天預計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斷斷續續都有這樣子的短暫雨 其中在東北部地區的降雨是比較明顯的 而中南部地區在上午這段時間 大致仍然以多雲到晴的天氣為主 不過中午過後也可能會出現局部的午後雷震雨 尤其南部山區要留意比較明顯的局部雨勢 那在西半部地區沒有下雨的時候 天氣還是比較悶熱一點 高溫可能還是有32到34度 而預計到了今天晚上 海葵颱風外圍環流的水氣會逐漸增加 可以看到在東半部地區降雨就會越來越明顯 尤其到了明天的白天 台灣各地的降雨機率都會明顯的提高 其中在東半部地區要嚴防豪雨或豪雨以上等級 所帶來的強降雨 特別到了明天的下半天 隨著颱風中心接近 南部地區在下半天之後降雨也會逐漸增加 而除了雨的部分 海葵颱風也會為我們帶來風跟浪的影響 目前在台灣的南部、東半部以及馬祖沿海 都已經觀測到兩米或更大的浪高 而預計在今天下半天 北部、東半部整個浪高還會來到3米以上 而同時今天在金門、馬祖以及東半部沿海空曠地區 也有比較強的陣風 那當然到了明天隨著颱風接近 台灣附近海面不管是風跟浪都會明顯的增強 另外也要提醒 因為今明兩天還是在年度大潮期間 在西半部沿海低洼地區的朋友仍然要留意 可能會有排水不良的狀況出現 而根據目前的一些最新資料綜合研判 海葵颱風未來會持續潮溪移動 目前看起來可能以通過台灣南部陸地附近的路徑 這樣機率是比較高的 但是由於海葵颱風它所處的環境是比較複雜一些 因此未來在西境的過程中 仍然不排除有比較偏南或偏北的可能性 但無論如何 海葵颱風接近台灣東南部的這個狀況 都會為我們帶來明顯的威脅 提醒大家一定要嚴加的戒備 而預計颱風在通過台灣之後 後續將在台灣海峽這一帶呈現滯流 或者緩慢移動的狀況 因此對我們南部地區降雨的影響 有可能會持續到下週的二或三 也提醒大家要多留意颱風 我們後續的最新動態報導 那整體來說 我們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海葵颱風正在逐漸接近 也會對我們帶來相當程度的威脅 請大家可以趁今天天氣還不是非常差的時候 預先做好一些防台準備措施 像是先檢查排水設備 以及固定一些懸掛或易掉落的物品 同時在這幾天也要避免從事沿海或者登山活動 並且隨時留意颱風的最新動態 並且隨時留意颱風的最新動態 非常失敗 謝謝大家